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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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太有自信了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昨天晚上总算收到 Tesla Fossil Driving的更新 目前这个版本是Tesla最新的 Fossil Driving 10.12.2版 也就是我上次提到它经由车主所提供 25万支影片 专门做修正的更新 相信这个版本应该是进步很多 除了Fossil Driving之外 这个版本全视觉的车 它在高速公路的上限 也从原本的80英里提升到85 其实我对这张更新是最为期待的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号称目前今年最重要的 Fossil Driving更新 因为我昨天晚上才更新 我跟你一样也不知道它的表现到底会是如何 身为目前网路上极少分享 Tesla Fossil Driving 10座影片的频道呢 如果你觉得这类型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花一点点时间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给所有对 Tesla有兴趣的朋友 另外在开始价值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以免我待会开的太兴奋 或者太紧张忘记跟大家说了 付证券跟我联络 他们6月将提供给安卓的观众一个开户大礼 有美国是阿玛透过我连结开户的朋友 除了原本的入金100送两只免费股票 入金2000以上送五只免费股票之外 只要你入金100以上 他直接再送你一只Lucy的股票 等于是免费直接送你20块美金喔 这个投资报酬率真的非常高 这个活动直到6月底为止 而且一定要透过我的连结开户才有这项优惠喔 还没开户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驾驶啰 那跟之前一样我们会先去Costco 这样子可以方便各位朋友比较一下 以前的版本跟现在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take me to costco city of industry 好我们从这边开始使用force of driving 那首先呢我有注意到它的显示呢 感觉比以前还要更清楚了 这个版本呢理论上是也看到前方的车子打方向灯 有的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打方向灯的样子喔 首先第一关我们要看看在前面这个地方 在之前的版本呢它会往左车道靠过去 虽然我们是要直行啦 那看看这个版本它这个错误有没有做了修正 好一样它关注的车子呢 它会用蓝色的状态来显示 好我是还蛮紧张的不知道它的表现会怎么样 有没有做了修正呢 好这次它成功没有走到左转车道 所以之前的那个错误呢算是修正了 但是它在这边有点莫名的刹车喔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影子的影响 好到这个红绿灯呢 待会我们应该是要让对面的车先执行 但我希望啦它在等对方执行的时候 我们车子可以稍稍的往前走 好的它有稍微往前近一点点 好车子一过它就左转了 还不错喔 之前在这个路口 我有时候它会犹豫的有点过久 这个版本呢感觉没有犹豫这么久 所以是一个好的开始 而且我有发现喔 它似乎看的距离比以前的版本还要更远 如果从这个上面的图可以看得出来 它可是距离至少它在萤幕上显示的 是比以前还要远的感觉喔 OK 它觉得我车子太张 它觉得我玻璃太张 自动启动了雨刷 不是我按的喔 这不是我按的喔 这个是Forsal Driving它自己启动的 那也难怪啦 因为我上个礼拜周末才去Punk Spring 好 它在这个地方又要靠左 但我觉得这个靠左的时机不是很好 因为它是在路口的正中间 那我发现Forsal Driving在过去几个版本 都有这个小毛病 它并不会在可以换线的地方换线 而是很常在路口的地方换线 好我们可以看到 它真的看得还蛮远的耶 你们画面上看得到对面那个大货车吗 这边它看得到 所以它看得其实好像有比较远 而且更清楚一点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它什么时候可以成功换线到右边去 如同我以前讲的 这个地方呢 通常交通是比较差的 要是我的话 通常会提早换到右边线道去 那同时我们来看看它换线 能不能够很滑顺成功的切入 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 特斯拉这几天几个新闻 大家有注意到 Elon Musk说 他要求所有特斯拉的员工 都要回去上班 不能再Working from home了 不然呢 你就打包走人吧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决定 嗯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诶 不知道我们会看到它的方向灯呢 OK别怕 我的脚在刹车上准备 但不是我踩的 是它自己减速的 好看起来前方是有事故 哦 它好像没有让这台车 所以我踩了刹车了 这个刹车是我踩的 因为警察把这个地方给block起来 我们应该让这台车切进来 好这边刚好有车祸 所以大家 哇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我先切到右边这个线道 那再交给Forsal Driving驾驶 好这边呢 我们理论上会像拉链式的 互相切入 哦它整个直接切进 不过后面车让我们 嗯 感觉它切的角度还是有点 有点大哦 不需要这么快转啊 因为这边大家都会顺顺的汇入车流 但没关系 只要后面的车让我们的话 这是可以接受的 哦蛮有趣的哦 它把旁边这个 告示牌当做是车辆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路上的三角锥呢 其实它都是有辨识出来的 好待会因为我们要右转 我希望它不要过了这边之后 靠到左边线道 就待在这一线道就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到呢 OK看起来是OK的 好接下来我们的关注重点呢 就是在待会 这个Supercharger这附近这个弯道 以前啊它会有不正常的Phantom Braking 希望呢这个版本里面 这个错误也会被修正掉 那不知道在看我影片的各位观众 有谁现在还是Working from home的 还是在家工作的呢 那我自己的工作室 没得选哪是一定得要进办公室 不过自从疫情之后呢 已经缩短上班的天数 现在都是一个礼拜 只有进去三天了 所以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啦 但我相信它要求大家回去上班 一定有些人会觉得不太满意吧 我想因为有些工作说真的 远距可能它的效率还会更好 最主要就是因为交通 尤其在美国很多地方 光是通勤一天可能就要花一两个小时 那如果这些人工可以把时间省下来 他大可以在家做更多的工作 这是我的想法啦 但站在公司的话呢 他厂房办公室都租了 他没有道理租了之后不使用嘛 我发现他这边很奇怪啊 他一直方向灯好像开关开关的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bug 后面的车会不会觉得我们不知道在干嘛 好的 右转没有问题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版本 他给我的感觉是好像非常非常有信心 他一过了可以加速的地方 他的电门踩得下去 有些时候可能比我在加速的时候还要猛哦 那一绿灯也没什么犹豫 马上就起步了 好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在前面哦 看看他会不会突然间不正常的降速 他换到隔壁线道 这边线速应该是35英里哦 OK 他这次完全完全没有减速哦 所以意思就是以前可能这个Fantom Braking的问题 已经被修正掉了 所以也是一个大进步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看到两个地方已经被改善了 一个就是一开始出来的地方 他会跑到错的线道 以及刚刚这个 每次都会有Fantom Braking的情况 已经都被修正掉了 那以前每次我拍这种Fossil Driving驾驶影片时呢 常会看到有朋友在下面说 美国的路面啊 感觉资料真的是很差 我跟大家说真的 没错 美国很多地方没有像台湾啊 是铺泊油路的 所以驾驶起来 这个路感真的非常强烈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聊到Model Y缺点的时候 总是会提到它的驾驶舒适感真的不太行哦 最主要我们的路面呢 也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在前方左转的部分了 要看它能不能够 适当的顺利的切到左转车道 因为在以前的版本呢 它有时候都太晚启动了 常常都是我需要手动介入 但现在看起来 因为前面左转车道没什么车 所以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都已经过这边 还是有点太晚哦 我觉得还是有点太晚哦 一般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在刚刚一开始有白线的地方 我就先汇入了 因为后面有车跟的蛮近的 那这些车都是要左转的 所以这样会造成后面的车 可能以为我是要继续执行 突然间我切入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 但至少这次我是不需要介入了 只是我不知道如果 左转车道有比较多车在等待的话 我不知道它来不来得及靠左哦 这个等之后有机会再帮大家试一次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版本给我的 没错是有进步的感觉哦 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左转 OK还不错 还不错这个左转切入的角度 蛮不错的 真的看的都蛮清楚的哦 它看的距离实在是蛮远的 好我们即将达到我们第一个目的地 Costco 那在这段路上严格来说啊 我只有介入一次 而且那一次呢 也许它自己可以 它这个撇的有点 好它在 它在OK 它在parking line里面实在开的太快了 这个我刚刚要转这个都来不及 其实在美国停车场里面呢 它的限速是5英里 那刚刚它还在25将近30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限速没有降低哦 还在35英里的时速 所以刚刚其实有点危险哦 它在停车场里面不应该开这么快的 所以我马上踩了刹车 但总的来说 我有明显感觉到这个版本的进步哦 因为以前会出问题的地方 这次是完全都修正了 当然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地方 可以再做得更好啦 相信特斯拉这个部分也会慢慢改善 哇我们可以看到它真的看到的 我觉得比起来还要看的 还要更细致更多耶 更清楚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 Costco 待会我采买完之后 会带大家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再试试看 走不同的路 看看它的force of driving表现到底如何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算满意哦 有明显感觉到这个版本的进步 好接下来我们来去下一个目的地 Daiso 这张路我们之前也开过 但我记得在右转的时候 其实有点显向还生的 Navigate to Daiso 那是这个 好 哦哇 前面这边是要加油的车子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左边吗 呃 我可能要从这边过去了 因为这些车子都已经堵到 这么右转的地方 我不觉得force of driving它有办法 所以大家看到美国这边高油价 真的是也是蛮恐怖的 好从这边开始让它来force of driving开始 我们后面有车 所以如果它犹豫太久 我应该会手动介入驾驶 好 美车走吧 还不错 它这个判断还行 那前面这边呢 比较危险一点 这边其实是一个四个方向的stop sign 因为这个路很大 很多人都会miss掉这个stop sign 好我记得上次在这个右转的时候 它的方向盘撇得非常非常厉害 没记住的话应该是上上的版本 那我们看看它在这个版本表现的如何 OK 简单的右转没有问题 很快的我们要切入左边线道 我们的目的地就在我们的左前方 那刚刚在下车的时候啊 我看到有一台消防车 有一个人可能不小心把小孩锁在车内 所以消防车在破坏车子的窗户 还是什么要把小孩给救出来 这边提醒大家 尤其现在天气很热 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不要不小心把小孩或者宠物 繁锁在车内 而我们的特斯拉呢 非常好的它有宠物模式 所以如果你带宠物出门啊 把宠物留在车上 基本上是还蛮安全的 我们车子是可以开着空调 而且荧幕上也会显示 你正在宠物模式中 所以其他人不会误会 你在虐待动物 好像这个缝呢 如果是我大概就会钻过去啦 但是它好像没有那么那么有信心 但不过还行啦 反正前面是红灯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版本呢 明显的我有感觉到有大进步 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啦 但因为它还在β版嘛 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尤其在停车场里面呢 它的速度 我觉得可能是它Program没有做好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以前它在停车场里面会自动慢下来 除此之外呢 很多以前的问题 真的这个版本都修正了 那当然这个只是一段路的实验啦 在日后我有机会会再做更多的驾驶 最后我还是很高兴 总算我们的限速可以提高到85了 同时这也说明了它的全视觉 也比以前还要更加有信心 好走 接下来我们就看它有没有办法 顺利的转进这个广场 我真的明显感觉到这个版本 它的信心度十足哦 爆表那种以前犹豫的感觉 真的少很多 好右转 OK还行哦 我有感觉到它右转的时候 有稍微靠左 让它的角度更加完美 然后再往右边转 那好现在已经到目的地了 好我接手 好总体而言这个版本 我觉得进步是非常有感 不知道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虽然离完全无人驾驶可能 还有点距离 但是我很高兴有看到 这次有明显的进步 希望在未来的FORSTAR DRIVING 它的表现可以再更加稳定 相信终有一天 我们可以达到无人驾驶的这个境界 今天帮大家试驾就先到这边 记得如果你喜欢这类型影片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还没follow频道的朋友 记得按下最终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如果美国沙马的朋友 记得赶快去开富途的账户 直接送Lucy股票这个促销 直到六月底就截止了 我在日后也跟大家分享更多 有趣或者投资理财相关的话题 感谢看到这边的大家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好同场加印 因为我们临时要去 Supercharger那边买个饮料 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够不要介入 顺利抵达Supercharger 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 其实有点危险 然后后面凸出来的东西这么长 他没有绑任何的标示 我相信Forsal Driving 他应该是看不到的 他好像不知道要往左边 还是右边靠 我觉得好恐怖啊 我来 理论上他应该要换线 还有一道 他切得进去吗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没有介入 这是他开的 我觉得他是那种 个性颇及的驾驶 会被骂的驾驶 会被骂的驾驶 对 我觉得有点会被骂 他要跑错线道啦 没事 干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了真的 太有自信了 看他会不会停在这个 线上 不要往前 不要再往前了 不要再往前了 他如果再往前走 我就会踩刹车 因为可能会挡到别人的路 但刚刚真的太快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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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门真的 超级有自信 自信爆棚 煞车是我踩的 因为我们不应该走 一定是红灯了 我现在如果启动Postle Driving 他会往前走吗 刚好绿灯 好 没关系 我们看前面那个 红灯禁止右转的 符号 他辨识的出来吗 感觉好像有辨识出来 虽然他这边没有显示 但应该是有辨识出来 要不然一般他应该会右转 不过不错 因为之前有些路口 那个红灯右转 他是辨识不出来的 而且这个路口是 最近才开始有红灯右转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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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OK好 走啊 怎么突然间剪下 好啦 最后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彩蛋 刚刚那个可以切到右边 我是还蛮意外的 但大家也看得出来 这个版本 他真的表现得非常有自信 尽快 请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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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A到那个 呜哟哟哟哟哟哟 整个说这个版本 真的超级有自信 开起来的刺激感不输 我昨天看的Top Gun 附带题 真的非常好看 好啦 这算是给看到 最后的观众一个小彩蛋 大家看到刚刚这个切线 表现得 其实有点出乎我意料 我蠻意外它能夠切進去的 那當然整體而言 我覺得這個版本 它給我的感覺就是超級有自信 甚至有時候自信過頭了 不知道你怎麼看呢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